恨的结果 思考题时 仇恨使我们分裂 邪恶和令人厌恶的行为 也就是仇恨的行为 使我们分裂 使我们只朝下看 关注肉体和世俗之事 或者换句话说 关注地狱之事 当我们把仁爱打入冷宫 熄灭仁爱时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这就割裂了 主和我们之间的纽带 只有仁爱 也就是爱和慈悲 才能维系这个纽带 摘自天国的奥秘 三百七十九节 核心理念 让我们从定义开始 当史维登堡描写人爱时 他说的并不是把钱 捐给慈善事业的行为 他说的是 对他人的爱或良善的感情 其意义等同于爱我们的邻舍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一种程度 更为强烈的自爱 当我们变得如此自我 以至于抛弃了仁爱时 我们就失去了与主的联系 一旦失去了这种联系 我们就更容易做出仇恨的举动 反思 你是否曾经有过 可以被认为是邪恶和令人厌恶的行为 如果有 你做那事时的感觉如何 事后 你的感觉又如何 你是否同意史维登堡的说法 这种行为会让我们走向地狱 想一想 当你对某个人发怒的时候 不仅仅是生气 而是绝对的愤怒 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有任何空间可以让爱进入 如果有 而且你能够想到去爱那个人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景 如果在你的经历里 爱是离你最远的东西 那么当你想象着 试图去爱它时 会有何种情形发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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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